她刚坐下结果旁边的美女就喷了一下香水 徐子权瞧见后还以为对方是嫌弃自己 于是赶忙掏出香刀抹在手上 对此女人只能看出也是尴尬 两人虽然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徐子权已经把她当做了利物 首先第一步就是吸引女人的注意 所以 怎么今天在经济上啊 嗨 我这不是帮朋友带班吗 嗨 徐先生 现在头等上有个这套吗 帮你吃个饭 嗯 算了 今天又公开了 报效也不方便 偶尔一次进去上这关系 简简单单的对话 就侧面表露了她的身份地位 以及修养和低调 徐子权只是瞥了一眼 就注意到了她很冷的细节 然后不声不响的让空姐拿来一张毛毯 小姐 只定着诀明像我在 谢谢 就这样顺利的完成了搭讪工作 不过女人似乎也是一个高段位玩家 从她有点玩味的神情上就不能看出 所以面对徐子权这样的中央空调 她完全就不按套路出版 好会关心人 对我聊天 小姑娘应该几十个一套 徐子权也没想到自己的把戏会被识破 毕竟她用这招已经成功要到了几十位小姐姐的联系方式 但越是这种有挑战的高冷预警 她就越喜欢 下飞机后徐子权就有意无意地跟在唐颖的身后 此刻她的脑子里已经闪过了无数个计划 好巧不巧这是唐颖的手机没电了 如此大好的机会摆在徐子权的眼前 她甚至都有点不敢相信 不过既不可失事不再来她还是懂的 下一秒赶紧递上充电宝 然后果断转头潇洒回去 这招欲情故纵直接把唐颖给整个贵 至于两人还能不能再见面徐子权不在乎 因为她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今年刚满31的徐子权 已经是知名投资公司的项目金了 年薪不多也就几十万左右 要是加上奖金的话应该百万出头 她这人啥都好就是有点爱结交异性朋友 她有错嘛 她只不过是想给全天下的女孩一个家 但奈何女孩千千万可 就是没有一个能让她怦然心动 不过她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和唐颖的缘分并没有结束 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却偶然间被拉到了一个群 唐颖本想看看她的朋友圈 结果不小心拍了拍对方 然后下一秒她就收到了 来自徐子权的好友申请 虽然加了好友可两人却没有聊天 就在徐子权都以为缘分要嘎然而止 时却又一次地与唐颖相遇 她醉醺醺拿着充电宝当文静卡的样子 让徐子权有种莫名的感觉 尽管两人依旧是擦肩而过 但却在徐子权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可好巧不巧唐颖无意间发现 徐子权和她妹妹居然约过 所有的好感顿时就烟消云散 然后二话不说就给联系方式删掉 被伤后的徐子权不甘心地跑来我一旁 唐颖本不想给她机会 其料徐子权直接拿出杀手锦 吃饭不是徐子权的目的 她的目的在于饭后的买饭 我不用你了 别忘了要承认 一次性速度好方便 来 你装花的话我就做 黄色都很切 海王的套路真是让人防不慎防 到这一步唐颖多多少少已经被拿捏 唐颖明明知道这是来自徐子权的套路 可她就是愿意上当 因为女人天生就是只相信波巴胺的生物 特别是徐子权那种放荡不羁的斯文败类 简直让她欲罢不能 广泛撒网 定期淘汰 这爱美之心人心有知吧 而且我就是容易欣赏异性 就是希望会她去交朋友 当然了 一旦发现不合适 我马上以冒行来 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浪子 饭后的徐子权见时机成熟 于是又来了一手网诈 手心写字真的会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而这种感觉往往就是对一个人好奇的开始 徐子权走后她望着手上那串字母失眠了 或许此刻在她眼里徐子权就是全部 但在徐子权眼里今晚的一切不过是日常罢 因为她每天都能和不同的女人约会 海王的快乐早就让她忘了什么叫做真心 上至40岁淑女下至20岁少女她都能做到通吃 但凡是跟她约过会的女人都缠她的药物 不过徐子权却立志要做一个片叶不沾身的情场浪子 所以每每当对方快要把持不住时 她都会立马找借口开溜 然后随便群发一下子找下午茶的饭搭子 而唐颖这个深度受害者当然是首当其冲 只需要徐子权一句话她不管再忙也会来 而徐子权也不是那种白嫖的社会编较量 她对每一个异性朋友都大方的努力 一个下午茶就直接消费了1280 并且她总是能在不同的女人面前扮演各种角色 像唐颖这样外表冷艳内心火热的女人 她可以做到手把把掐 哪怕只是坐在一起看动画片 她也能做到激浪漫又一腔调 唐颖虽然表面上看去稳如老狗 但实则内心早就开始小流乱撞 相对于恋爱恼 徐子权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啥 她制造浪漫的原因只是想享受当下 在她的世界里女人固然重要 可事业也不能落下 蝶人的一天24小时或许都在忙着怎么摸影 但她的时间却安排得满满当当 上午带领手下开会讨论项目进展 而下午就找领导谈谈理想聊聊人生 不知从何时开始她在唐颖的眼里 就连走路都是狐狐生风 吸引女人的首要条件可能是长相 但想要一直吸引下去就要靠才华了 随着工作的原因 徐子权和唐颖的接触越来越多 虽然徐子权工作时很严谨 可她却总是在悄悄地照顾她 不用了不用了 我对你挺好 来过来 快来快来 来吧 哪怕只是一个轻微的动作 她都能及时发现 到热水时甚至还会贴心地套上防烫拳 所谓的细节决定成败被她玩得神呼气 在这一刻唐颖算是彻底被她争取 从那天以后她就越来越在火和徐子权的每一次约火 本想着借着喝酒的机会把自己关醉生米煮成熟饭 但起料徐子权竟然喝不过她 看着不省人事的徐子权她也只能咬牙买单 谁知刚付完钱徐子权就行了 看着闷闷不乐的唐颖 徐子权直接把她拉到街边卖戒指的地方 然后连眼皮都不戴眨一下的就买了最贵的情侣堆戒 唐颖显然也是被徐子权的突然袭击搞梦了 可就在她以为这是徐子权的表白时 却没成想人家只想和她做朋友 面对徐子权的回答她有点失望也有点庆幸 虽然她很想靠近徐子权 但内心深处却又害怕被她查 而徐子权虽然喝得走路打板子 可还是没有忘记今晚的主题是啥 唐颖尽管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但却依旧抵抗不了她的诱惑 鬼使神差的就跟着她回到了家里 奇料刚一到家徐子权就昏睡了过去 醉酒后的男人甭管有多猛都没用 唐颖见状只能到了被热水后失望离去 见她要走徐子权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居然挣扎着爬了起来 随后果断把唐颖逼动在墙上 唇与唇之间的距离也就十公分不到 徐子权从鼻孔里呼出的那股热浪 让她瞬间躁热难耐 好在关键时刻她杀住了 即将上高速的汽车 徐子权听后小复出的邪火 也顿时烟消云散 从那完以后唐颖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说是朋友吧两人的关系又很暧昧 可说是情人吧 人家徐子权的态度又模棱两可 相对于唐颖的苦苦挣扎 徐子权就潇洒多了 甭管日子过成啥样也不能影响她要给全天下女人一个家的觉醒 唐颖瞧见海王般的徐子权简直快要欺诈了 同时在内心里暗自发誓再也不要理她 就算是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也不疑 可她的毒室还没超过半天就失效了 嘴角上扬的那一刻就代表着已经原谅了她 果然得不到的永远在骚短 徐子权那种既宠着又不惯着的海王方式才是最广东的 需要时她会及时出现但却不会付出任何行动 可往往越是这样越让唐颖欲罢不了 工作时还好说只要忙起来连亲爸妈也顾不上想 但只要脑子一空闲下来就会忍不住想徐子权 这家伙就跟施了魔法一样 不管何时何地唐颖一发消息她几乎能秒回 而且还能从唐颖的直言片语中看出她的禁忧同学 然后就在她洗得澡的工夫就跑来楼下等着 这操作四十岁以下的女人谁能不拥 唐颖的第一反应不是回消息而是整理衣服和秃口 接着火急火燎的跑下楼渐轻浪 或许别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带奶茶或者烧烤 但徐子权却提了一袋子猫粮 因为她知道唐颖最喜欢的事就是投喂流浪帽 扎不扎先不说主打的就是一个批斑 可徐子权越是这样做她越是害怕 女孩晨跑时居然意外看到大叔一脚踩到臭狗屎 本来不想多管闲事的她却忽然发现了大叔那身名牌衣服裤子和鞋子 所以她当即就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你需要紙巾吗 大叔看着她那霜透着大学生般清澈的眼睛顿时就被吸引住 如果换作别的女孩遇到狗屎这种东西都会避之不及 可林兴姿不仅没有嫌弃甚至还安慰起了对方 才狗屎 刚刚也走好月了嘛 光是从这点就让大叔对她刮目相看 而林兴姿见她已经上套于是果断转身离去 此刻被好奇心驱使的大叔也立马跟了上去 姑娘 等一下 你也不过去吗 对 听到这里的林兴姿基本确定了大叔是有钱人 因为大叔住的那片地方可谓是寸土寸金 不过林兴姿却还是装作很淡定地继续吊着她的胃口 而她越是如此才越让大叔认为她是一个眼神清澈的大学生 果不其然就在隔天大叔就主动约她吃饭 林兴姿简直高兴到飞起 此刻的她已经开始计划着怎么快速拿下大叔 然后摇身一变成为金城阔太太 唐颖看着走火入魔的妹妹也不想多说啥 作为表姐的她只能默默地帮林兴姿化上美美的妆容 随后林兴姿就踩着十厘米的恨天高和穿着后妈群圆气满满的去付冰 她本以为大叔会开着豪车来接自己 可却没成想大叔居然骑了一辆共享单车 而且还是没有电瓶的内容 已经傻眼的林兴姿也只能跟着去 但大叔接下来的操作让他彻底抓跑 就他们站的这个位置试问哪个出租车司机的 就这样折腾了足足半来小时也没打到车 林兴姿听后差不点原地爆炸 不过他还是忍住了 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怕和大叔一起吃苦 却又怕大叔突然开路 本以为大叔只是有点恶趣 未想体验平凡人的生活 可打死他也想不到大叔居然带他来吃羊杂汤 最不能让他忍受的还是大叔放了很多香菜 此刻的林兴姿已经忍无可忍了 在他眼里大叔不是装有钱人而是真权 然后他就果断打车潇洒进去 完全就不给大叔送他的机会 结果他前脚刚走不远大叔 就上了一辆我打工十年也买不起的小名车 但凡林兴姿能再忍一会 他就能坐在豪车上坐 放大款失败后的林兴姿又想起了他的舔狗一号 看来这辈子也就只有坐自行车的面 徐家国这小子就是活脱脱的大远转 下着瓢盆大雨的天气 他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下午四 打了足足327个电话 手机都差点打关机了 也没能叫醒一个装睡的女人 唯独只有逛商场时 林兴姿才会想到他这个免费劳动 一天的时间就花了徐家国半年的工资 联手都没能牵上人家一次 却还乐此不疲地冒着大雨去给林兴姿买冰淇淋 甚至还用仅剩的存款买了一条手链送给林兴姿 你就说你见不见吧 岂料人家林兴姿转头就给挂某鱼上卖了 好巧不巧就被徐家国这个大远转给瞧见 写了山 刷了又写 新子 什么我都想给你最好的 如果我送的礼物 你不喜欢 那应该怪我 怪我没有做好 这家伙一气之下直接被送到了医院抢救 经历了生死之后的他也看通透了 我觉得 从今天开始 正式放弃对你的知识 他忽然发现自己喜欢的女人在和别的男人约会吃饭 可他的第一反应却不是冲进去打人 而是用最平淡的语气给唐颖发去一条短信 此刻的唐颖说不慌肯定是假的 他生怕被徐子权误会于是急忙打去电话 可当他追下去后才发现人家一点生气的样子都没有 就好像这是跟他没关系似的 唐颖原本以为徐子权会吃醋看来终究是他自作多情 徐子权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他真的很崩溃 每每当他要表达心意时 徐子权都会嘎然而止 唐颖深刻地意识到像他这样的优质男 光靠自己的颜值是吸引不了对方的 所以他干脆就换了一种方式来追求 本想借着这次和徐子权一起做项目的机会 来证明自己的才华 却没成想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了他们一个错不及防 他们要收购的公司老板居然涉嫌违反 努力了两个月的项目就这样化为泡沫 真是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徐子权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直接成了背锅侠 而唐颖作为法律部闻也难辞其咎 领导当着所有员工的面把他当场骂 这次的失败对于徐子权而言就是肚子 虽然没有被降职但却失去了很多效果 并且那些讨厌他的小人也在这个时候纷纷落井下石 失落至极的徐子权望着手中的戒指莫名的就想到唐颖 可他殊不知另一头的唐颖也正在想他 下一秒两人同时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这该死的默契让两人差点错过 还好唐颖气而不舍地又打过来 此刻的两人都是天涯沦落人 而往往越是这种时候越流发生灵魂的碰撞 一分到九分 你有多难受啊 一分吧 哪里 一分吧 哪里 一分吧 我没想莫大被自己的舒服 却又想不忘注目不住 他们在只言片语中宽慰着彼此 自从有了那晚的谈心后 唐颖更加不能控制对徐子权的爱 不过这一切徐子权都不知道 因为像他这样经常行走在聚光灯下的社会精英 随时都能调整心态 所以当唐颖骑着共享单车手捧野花准备去跟他告白时 看到的却是徐子权被一群女人围着送花 这打击对唐颖可不是一般的打 果然像徐子权这样的海王从不缺人关心 失望至极的唐颖丢下野花就转身离去 徐子权见状果断追了上去 他身边是有很多异性朋友不错 但真正能让他有想法的也就只有唐颖一人 看着委屈巴巴的唐颖徐子权并没有去安慰 而是慢悠悠地陪他喝酒听他倾诉 然后再默不作声地送他回家 期间只听不作不问 可他越是如此越让唐颖无法自把身陷其中 那晚以后的唐颖开始很理他 但徐子权由于工作上的变动忙得不意乐 胡根本就没时间搭理他 这可把唐颖给委屈死了 胆情这件事就是谁先恋爱脑谁就输 徐子权长期以来的冷漠让唐颖彻底绷不住 他主动打去了电话表白 你好今天 我对你心动的次数 第一次 是在飞机上我觉得冷 你给我地毯次的时候 第二次 是你拉着我去买戒指的时候 第三次是你提着猫粮 在我家楼下喂小猫的时候 被刺死了 就是刚刚 而徐子权面对她的深情告白 却选择了拒绝 他第一次跟男人表白 就被对方无情拒绝 虽然伤害性不高 但侮辱性却极强 特别是回家的路上唐颖 还总能碰见秀恩爱的小情侣 这简直就是在她的伤口上散烟 明明心里就恨徐子权的要命 可当一想到她站在路灯下 怒送自己回家时的样子 又恨不起来 果然只要男人足够优秀 真的可以让一个女人为之痴狂 而徐子权自从拒绝了唐颖后 说不后悔肯定是假的 毕竟唐颖也是一个 有身材有样貌有才华的高知女性 或许连徐子权自己也不清楚 当时为啥会拒绝 可能是海王的心在作祟 也可能是纯饭节 所以两人冷战 还没超过三天徐子权就主动了 普通男人认错或许是鲜花蛋糕 可人家徐子权认错 却仅需要一颗栗指 甚至连一句对不起的话都没说 就这样成功地让唐颖喜笑言开 所以颜值这玩意 的确是决定女人多巴胺的必胜法宝 徐子权混迹情场多年一身撩妹的本事 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她总是能变着法地 给唐颖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反正和她在一起的时光 总是能让唐颖既刺激又浪漫 前几天还因为被徐子权而拒绝 感到人生不值得 可现在又因为徐子权的一句话 感到心发怒放 你羡慕啊 从来没有一个孤雁龙 看我这么放在心里 却又不太了解 我是羡慕 只凭执绝 你像我在 为自己是福 却又是福 你像我在 不住 想想我 想想的 想睡会 想爱不失手的 但就在唐颖即将落入徐子权的情网时 却被她手机上的来电显示给圈套 此处真是无声胜有声 徐子权的这番操作堪称海王界的鼻鼓 我跟她说 我跟她说 卖水果 也行 唐颖听到她如此荒谬的解释也是气得不行 她是恋爱脑没错 但也不至于傻到这种程度 徐子权还想狡辩可唐颖却不给她机会 如果你想要当你本格格的一堂子 请问你一堂里还一堂里叫什么 你也是恋恋的 会搞搞清楚吧 那晚以后唐颖就再也没有搭理过徐子权 她本以为自己的生活会就此变得适合了 齐料月老竟然又给她安排了一个老马男子 骑个共享单车不小心撞了人家的梅塞梅斯 可豪车的主人非但不让唐颖赔钱甚至还主动送她去上班 事后唐颖一打听才得知男人居然是她的合作对象马子 马总不仅加了她的微信居然还要约她去示范 虽然马总很有钱但唐颖却嫌弃她长得嫌老 可是为了完成业绩她又不得不主动迎可 反正她就是典型的少女不知大叔好后把海王当成王 而另一头的海王徐子权也过得不是很容易 自从上次投资失败后她就遇到了大挫折 被公司下派到了一个偏僻的工业区负责业务 接触的商业对象也从上市公司老板变成了一群操汉子 最让她不能接受的还是这群老爷们非要带着她去泡澡 就这样坦诚相见她真的极尴尬又害羞 这样嘈杂的环境让她不由得很想唐颖 所以她又舔着个脸溜去找人家了 可没成想唐颖一见面就拉着她去帮自己选衣服 这句话的含义让徐子权心乱如马 特别是当她看到唐颖奔向马总那一刻 她才承认自己算了 然后自己也果断去对面的服装店买了一套乐体的西装 接着又躲在一旁悄咪咪的看着唐颖跟马总相谈甚欢 下一秒她直接化身醋溜白菜 她刚想解释一下就直接被徐子权霸道地用嘴巴捅住 突如其来的吻让唐颖浑身发软发麻 别提说话的要不是徐子权扶着她的腰姑祭早就一屁股都递上了 唐颖嘴巴往上一翘然后迅速摘掉了徐子权实质上的友谊之间 那这个你也不用带了 接着转头大步地往前走 因为她知道自己赌对了 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徐子权心里果然是有自己的 而她主动取下对方的友谊之介也代表着 在这场感情的拉扯中她占据了上方 不过她还是低估了徐子权作为一个海王的能力 谁说我喜欢你了 那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相信 难道只是因为我跟其他男人交 徐子权自从那天给了她一个蚊之后就又消失不见了 所以两人看似是捅破了窗户纸 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徐子权倒没啥特别的感受 每天除了工作外还会时不时翻一番池塘里的蚊 相对于她的春风满面 而唐颖这个深度受害者则是在度日如年 之前她为了弃徐子权故意跟马总风花雪月 本来她以为这只是一场逢场作戏 但却没成想人家马总已经把她当作了猎物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真不知道这酒这么贵 您破费了 是啊 本来受她 也是想 那天跟你一起喝了 眼睛里充满了赤裸裸的战影欲 如果徐子权没有回来亲她的话 她应该是会顺势任君摘彩 可现在徐子权回来了 她不得不从马总的酒职抽身 虽然马总家产万贯拥有超能 但奈何唐颖就只是徐子权喊王的那套 消失一个礼拜不联系 要是换作别人妥妥的会脱衣 可人家徐子权仅用一句话 就让唐颖心花怒放 不仅原谅了徐子权的不告人 甚至还主动送上一个香吻 而徐子权面对软末可口的香吻 却并没有无视方形 反而还顺势摘下了唐颖的远衣之间 真是满满的好胜心 海王的心思果然是我被庸之俗 难不能喘过的 你先听着我 每个没有遗失罪都不错说 我哪次 走了 哎你就这么走了吗 这一顿操作猛如虎并惊一看原地处 反正唐颖算是被她折磨得死去活来 明明她心里就清楚徐子权的套路 但偏偏又爱上她 这分明就是她的多巴胺在做的 不过她也渐渐明白了徐子权的意思 只要自己肯主动对方就必定有回应 因为男人都是腼腆且狂野的生物 所以她特地在睡觉前定了一个凌晨三点半的闹钟 然后等时间一到就给徐子权发消息说我像 接着两人就又开始了互相拉扯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谁都不愿意先承认埃及风 徐子权见时机成熟便开始主动邀请唐颖来家里过 唐颖表面上说着不要 但背地里却悄悄地选拟见我最爱的菲斯小妖妖 然后满眼时光地去见徐子权 两人先是看了会蜡笔小心玩鸟 可就在徐子权准备进入正题时 却被马总的电话打断 嗯 没关系 工作比较重要 咱们下回来吃也可以 虽然她是客户的 其实不一定都是公社 大概也不是 唐颖满眼期待着徐子权说一句挽留的话 可对方却支支吾吾让她去 所以这次的约会只能半途而飞 心情郁闷的徐子权转头就约了别的姑娘吃饭 可她整个过程都在等着唐颖发消息 至于另一头的唐颖结束了跟马总的酒局后 就立马跑去了徐子权家门前 可好巧不巧徐子权也去了她家 所以两人又完美错过 还好徐子权在手机监控上看到了唐颖 下一秒她直接翻了一个跟头 开心的像个眼神清澈的大学生 隔天一大早唐颖就收到了来自徐子权的折磨 看着视频里自己迈舔憨憨的球羊就气不打一出来 真是丢人丢到了姥姥家 唐颖一气之下直接把徐子权拉黑删除 而另一边的徐子权健壮却丝毫不慌张 因为这就是她拿捏唐颖的日常操作 喂 你别着急啊 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看到你出现在我家门口 我很开心 你说 就那些我也在你家门口 当我敲了门之后 大力月 我还以为 你在哪儿呢 去一边 航一小楼等着呢 工作处理完了吗 嗯 那这样 我在大唐颖带你去个地方 挂断电话后唐颖火急火了的就跑下了 明明心里就特别想看到人家 却又要装作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一路上她不停地追问徐子权要带她去哪里 其料徐子权冷不丁地就拿出了一张房卡 开房吗 唐颖就这样半推半就地被带到了酒店 哎 我可告诉你啊 刑法第237条 以暴力手段或者其他方式 强制猥胁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 会处于五年以下 六七头行 对此徐子权则是轻蔑的一笑表示 今天只睡宿的 因为他压根就没想把唐颖怎么着 只是看他昨晚熬了一个通宵 所以才开个房让他不叫 当唐颖明白了他的意思后 失落的同时却又有点气派 本来他已经做好了被啊啊的准备 但谁知徐子权偏偏在这种时候还要拉着一下 唐颖实在是受不了索性就眼睛一闭睡了过去 徐子权见此情形也只好把他抱上床 然后小心翼翼地拖鞋盖背影 接着又敲鸣地地拉上窗帘 做完这一切后才长舒一口气地躺在椅子上休息 唐颖这一觉就直接睡到了大晚上 看着宁愿躺在椅子上遭罪 也不愿躺在床上同睡的徐子权 他忽然觉得有点可爱 本想拍点他的帅照结果 才发现人家在中睡 走 吃饭去 嗯 本来徐子权是准备在晚饭室 好好跟他浪漫一下子 起料却在半路碰到了一个不速之客 女人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络 他和唐颖也只能算点头之交 当女人瞧见徐子权 那海王的脸庞顿时被迷得我从一三倒 厚着脸皮就要跟着他们去吃饭 我批准你跟我们一起吃饭 吃饭的过程中女人也有消停 各种搔手弄姿的自拍 甚至还让徐子权帮个忙选一张发朋友圈 而徐子权也是有意要气唐颖 看着两人嬉皮笑脸 唐颖插不点气到更眠气提前 最让他生气的还是女网红 居然要加徐子权的威胁 反正这顿饭吃的唐颖算是火猫三丈高 可他的一味忍让却让女网红更加过分 拙略的演技是个人都能看懂是咋回事 但偏偏徐子权这家伙就是要装老实人 失望至极的唐颖回家后就猛灌了二两烧酒 可这一喝酒脑子里就会出现徐子权撩她的画面 想着想着就忽然想到了徐子权跟女网红 一想到自己心爱的男人被别的女人啊 她就难受得一批 就在她嚎啕大哭时 徐子权终于打来了电话 唐颖强行平复了心情接通电话 喂 怎么毫了这么半天 你们上床了吗 看着她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徐子权赶紧上前安慰 不过经此一事后的唐颖明显就不买账了 她实在是受不了徐子权这种极限拉扯 再这样下去她肯定要疯掉 所以今天晚上必须要她给自己一个准确的答复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友谊之界带回去吧 和你这种高端吻家在一起 我这样怎么死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以前是犹豫之界 以后 情理解说 而接下来的画面就有点稍儿不疑了 我替你们看了 她昨天晚上刚跟心爱的女人确定了恋爱的关系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猴急的想让唐颖和她同居 唐颖虽然没有吃过猪肉 但也见过猪袍 因为此刻的徐子权就差把色字写在脸上了 所以她就开始有意无意地示意唐颖她家的猫会后空翻 可那何唐颖却是王八吃秤妥铁的心要装汉 甚至还故意要去外面租房子 这可把徐子权急得不行 为了不让唐颖成功租到房子 她可谓是充当了一回脚屎棍 反正不管中介小哥把房子吹得如何天花乱坠 她都能从鸡蛋里挑补 唐颖看着耍小聪明的徐子权心里也是乐开了话 不过她已经做好了矜持到底的准备 毕竟男人越是不容易得到的才会越珍惜 尽管理想很丰满 但现实却很性感 唐颖千算万算 却没能算到徐子权游腻起来让她受不了 喂 怎么了 想和你在一起啊 想你了 哎呀 我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啊 谈恋爱的时候 画成突然 不喜欢 不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冷酷一下 喜欢 那我来啦 我来接你啦 所以最终还是乖乖的跟着她回了家 羊入谷口后徐子权高兴到飞起 做个饭都要跟唐颖轻轻抱抱举高高 就这两下子看得我差点犯了高血压 此刻的徐子权满脑子都是恩恩的想法 可就在她准备持枪上岗时唐颖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这种强行打断的感觉让她既无奈又着急 反正自从两人确定了关系后 徐子权就一改往日海王的形象 再也没了那种要给全天下女人一个家的理想 如今的她穿上了围巾左手过右手铲 俨然有了成为家庭主妇的趋势 每天除了上班下班做饭吃饭外 她最期待的就是跟唐颖恩恩爱 不过她越是猴急唐颖就越是不同 要想恩恩爱也可以只需要交代 谈过几个女朋友就行 你那时候跟你前面谈的说对你谈 那是疯狂吧 但此时的徐子权哪还能听得进去 反正脑子里就是各种恩恩爱的想法 浑身的精力无处发泄的 她只能把怒火撒到工作上 那些和她做对的同事纷纷遭到了侵犯 这段日子以来她不仅在爱情上一帆风水 就连事业上也是平不清云 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 这一切只因她可以在楼下看到家里的灯火通灵 徐子权本以为回家后 等待她的会是一大桌子热饭菜 却没成想会是一桌子吃剩下的外卖活 此时此刻说不恼火肯定是假的 两人同居以来总算有了第一次生活上的小摩擦 虽然徐子权把不满演示的很好 但她还是低估了一个女人的第六感 不算什么不算成价 这顶端是咱们俩 生活习惯中的一点小摩擦 但我明显的感觉到 不满饭 对于唐颖的袍根问底 徐子权只能用声东击西这招 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安安娜不能解决的 但每每这个时候唐颖的电话都会不一世的响起 徐子权都快被整出心里阴影了 虽然很难受 可却并不能影响两人的感情 他们本以为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 起料半路又杀出了一个唐颖年少时曾经暗恋过的男人 这个男人算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 十年不见一见就要加人微信 再加个微信 如果你还要拉黑我的话 那就不加了 这么记住 男女之间就不可能有纯友谊这个说法 唐颖回到家后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一方面是因为那个男人 一方面又是因为徐子权那么晚不回家 所以最后还是徐子权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叔叔给你三天家里吃饭去了 你这总爱给我扣渣男帽子的毛子给改改 自从唐颖跟他同居后 就过上了饭来张口一来伸手的日子 而徐子权不仅要伺候他的衣食住行 还得听他抱怨和同事之间勾心斗角的迫事 反正唐颖的一张小嘴能从他进家门后巴拉到睡觉 久而久之徐子权也学会了出差躲避 只要一出差他就跟人间争发了似的 微信不回电话不接 我刚刚挂你电话 是因为我在给客户的电话 没有啊 我经常也会遇到 晚上客户会找我的 如果我以后突然消失了 你可千万别以为我是出轨了 徐子权分明就听懂了唐颖 这是在内涵自己别乱搞 不过他还是决定要王八吃剩妥铁的新装汉 而唐颖也很快在他的花言巧语下满足地挂断电话 至于徐子权则是转头又开始了养 他们都走了 去下一场 却我在这儿等你 我还以为你不多久走了 刚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 夫人 买单 挺有女皇的 是啊 你说他扎吧人家又主动承认了自己有女朋友 你说他不扎吧却又跟这些女人纠缠不亲 没有我漂亮 还没有我有钱 徐子权 你眼睛收不下了 虽然徐子权天生就是于唐主 但他却不能忍受别人说自己女朋友一句话话 明明他已经开始露出了不悦的神色 可女人就是装作不知道事地继续说唐颖这不好那不好 而他的行为也算是彻底把徐子权给搞生气了 要不是看他是女的估计得忍不住抽他一巴掌 可能是出于愧疚的心理 所以徐子权转头又给唐颖发消息 我是想念 恋爱中的女人果然都很容易满意 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我想你就能让他乐满天 而他多余出来的多八案也能让徐子权心情愉悦 这或许就是最健康最有效的恋爱方式 有男朋友的赶紧爱特男朋友来学学他 也正是因为徐子权的体贴和关心 才让唐颖更加有底气地拒绝白月光的追求 徐子权的出现让他懂得了白月光也不过如此 我男朋友还在楼上等我 我要回去吃饭了 可他的坚定不移还没超过三秒钟 就在家门前撞见了徐子权当街跟别的女人挠挠抱抱 行 那你抱我一下 抱一下我就会杀害 抱这一下有什么意义吗 那你说 他会不会抱啊 扎那才抱 抱 抱 抱抱就算了居然还上走了 此刻的唐颖看似稳如老狗 实则一颗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当徐子权见到唐颖后也是慌的一屁 刚才那种场面给他800张嘴估计也解释不清 回家的路上唐颖也没给他好脸色 今天的电梯是徐子权坐过最漫长的一次 本来想夸一句唐颖把卫生打扫的挺干净来缓解气味 结果人家屁股一扭就进了房间 而门前的徐子权只能像征信的敲敲门 进去也不是不进去也不是 还没等他想到解决办法起聊 人家唐颖就穿着一身我最喜欢的黑丝小妖带放出来 只见徐子权嘴角一撇邪魅一笑 本来他以为可以用床头吵架床尾和来解决 但唐颖接下来的操作才让他意识到自己有过天真 来 聊聊吧 你别误会 她呢 是上海一个投行的小姑娘 之前吃过几顿饭 也聊过天 哟 我不喜欢啊 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不解释还好越解释越乱 她也不想想生气中的女人能听进去吗 反正她的小嘴巴拉巴拉了老半天 可人家唐颖听到的却是你不爱我 此刻的徐子权只想高喊一句 嫁人们谁懂啊 不过她最终还是领悟到了唐颖的意思 总的来说就是该把微信里的那些鱼儿们删掉了 她总是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女朋友亲她的脸 亲完后还要故作矜持地说要低调 然而事实却是每天都要缠着人家唐颖穿情侣装 从周一到周五变着法子穿 反正就是各种秀声怕别人不知道她有女朋友时 两人只要是一见面必定就是手牵手 如果遇到熟人 徐子权还会让她留下叫人 找到啊 干嘛呀 叫我让她还行李 行了 回去吧 行了 好了 再见 好了 再见 而徐子权的种种迷之操作在唐颖看来都是爱的表现 虽然徐子权长着一张让她不放心的脸 但干的事还是让她蛮放心的 生活再苦再累的时候 身边也没个人 现在都有你陪着我呀 就好像嘴巴里含了一颗糖 我现在嘴里也含着一块糖 所以哪怕徐子权只带她吃一碗13块5的馄饨 她也能高兴到飞起 不过随着他们的事业越来越好 两人在一起打闹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长此以往感情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 而偏偏在这个时候 唐颖的白月光长阁又来骚扰她 这家伙不仅年纪挺大脸皮也特厚 明明就知道人家唐颖是名花有主 却还要来挖墙角 我已经在你想去楼下了 十年前你也曾在我们家楼下这么堵过我 这感觉是不是有点熟悉啊 唐颖面对她的死缠暗打也准备下楼去谈牌 可起料这是徐子权居然回家了 思乱想去唐颖还是主动谈牌了 乘客约我吃晚饭 她不想去 她说问我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已经放楼下了 我感觉不去是不是也不合适啊 但我真的很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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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点都不想去 水蜜糖 睡货去见她 做了那么多年海王的徐子权还是头一次吃醉 看着自己的女人穿睡衣去见别的男人心里肯定是不爽的 不过徐子权作为高端玩家也有高端玩家的风度 她直接就让唐颖把诚哥给叫到家里来见 诚哥这家伙跟徐子权一比就是小屋见大物 可能是为了打击徐子权她就开始显摆自己的实力 言外之意就是在说徐子权这种小年轻住这么好的房子肯定是租的 不过话说回来这北京的房价也确实太贵了 这盛世空间吧 还真比比比较广风呢 早些年我买了另外两套啊 到现在你这涨多少了 多快十几万一瓶啊 徐子权看着对方一本正经的吹牛皮差点忍不住笑书生 忍无可忍的她也只能小小的露一手 诚哥听后尴尬的差点用脚拇指把鞋抠出一个洞 被打脸后只能灰溜溜的离去 临走时不死心的她居然还想继续忽悠唐尹 她先是各种诋毁徐子权 说她人长得帅又有钱肯定很花心 像你这样的普通姑娘跟她在一起就是高拍 等到人家玩腻了迟早会把你踹 一路上小嘴巴拉巴拉都不停 忍无可忍的唐尹当即就怒上心头 男人都经不住诱惑 女人也一样啊 现在对于我来说 徐子权就比你对我有诱惑的多 我想到她我都开心 我走路连梦带跳的 我吃饭炫两晚 我上二层楼梯我都不带喘的 没准哪一天 我的新鲜感先散了 我一脚把她踹了呢 数落完后唐尹转头就走了 虽然诚哥说的那些话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但随着和徐子权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以后 她也发现了很多问题 在某些事情上她总是会很敷衍 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电话开不完的会议 最主要的还是上厕所后总是不擦干净 这是我深有体会 本来是想着出去露营促进一下感情 结果徐子权这家伙除了长得帅外干啥事都不靠谱 就连考串都考不数 而徐子权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唐尹却会敷衍了事 久而久之两人又积攒了许多矛盾 而最让唐尹崩溃的还是徐子权鱼堂里的鲸鱼们 上次她扇了一个通宵 没想到居然还有漏网之鱼 而这条语音俨然就成了他们之间的导火索 间接地把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缺点无限放大 唐尹怪她的鱼堂太深总是把自己排除在外 徐子权则是不理解她的小性子看成了无理曲霸 两人反正就是婆叔婆有理工说公有理 各自都持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 那天以后两人就开始了默契的冷战 既不吵架又不和好 唯一的交流方式就只剩在冰箱上留小纸条 一天留一张两人几乎快有半个月没有聊过天了 不过在这场冷战中徐子权最终还是主动表现投降了 今晚找机会聊一下早点回家可以吗 不得不说在这方面两人还是挺有默契的 徐子权一回家就看到唐尹光溜溜的躺在浴缸里 就这鲜活的画面感直接就让徐子权欲罢不能 徐子权 该怎么就形容 问我 阴阳交合才是促进男女朋友感情最好的良样 痛破了冷战的窗户之后他们也开始了谈心 唐尹把自己心中所有的不满和委屈都讲了 我很爱你 我很珍惜 所以从今以后你的生命里 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能分享给我们 这问题只要说开了就不是问题 那晚以后两人的感情更上一层楼 同时他们也能大方地接受彼此的缺点 而徐子权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幼稚 他越是这样躺隐才越有体系 所以当他再次面对徐子权那些追求者是不会选择逃避 而是正面应当回去 你知道强的东西都不刺激 打着爱情的名义 把这些积极的胜术 我真不知道 你到底是爱自己啊 还是爱他啊 他的强势解决了徐子权身边所有的花花草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磨合得越来越好 徐子权不管再忙 只要他先回家都会煮一碗唐饮爱吃的面条 你要觉得男朋友好 你就对你现在有好一点啊 外面这些应恶恶恶可是惦记着他呢 以前的他们基本都是回家后倒头就水 可现在的他们却会先诉说对方工作上的趣事和烦恼 生活就好像是条危机是嫌 还是但全看他们怎么中和 家庭和睦的同时也让唐饮和徐子权的事业一帆风水 这段时间徐子权虽然没有做成什么大项目 但他却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并且也在为之努力奋斗着 而唐饮也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场观赐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此刻的他才算是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律师 努力了那么久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然而他高强度工作换来的成功也让自己付出了代价 直到生病了他才懂了 他这一病也让徐子权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 开始全心全意地照顾他 在他的细心照料下唐饮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康复后的他立马就受到了领导的重挡 不过这一次他直接选择了拒绝 我不想再过以前那种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日子 我想慢下来 希望你能理解我周云 节奏慢下来后他果然比以前更轻松快乐 要说变化最大的还是徐子权 他从当初的一个情场浪子不婚主义者 为了唐饮一步一步地改变着自己的习惯和性能 要说这段感情谁要是付出的更多那肯定是徐子权 至于谁更爱的多应该是半斤对八两 你嫁给我好吗 我一直都以为 你很抗拒婚姻 在遇到你之前我的确抗拒 但遇到你之后 我只想要你 哎呀 你愿意和我一起构造 所有我们两个的世界吗 愿意 这样的求婚方式让我心神向往 但这鸽子蛋一样大的钻戒 却让我望而止 未知 未知